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阿波拉 今天呢 我們在家一晚 一樣 懶貴房酒店 但是呢 花露夜市已經休息了 但是我發現一間超厲害的耶 十點之後就有一間 韓式料理 你看一下 抓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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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家味都很便宜耶 一台50塊也可以吃韓式料理 等一下我們就吃吃看 好吃的分享給你 生意超級好耶 已經整間都滿了 而且今天是禮拜日的晚上喔 在路邊而已 吃韓式料理 不過邊做 在這邊超級香的 我有點期待 好 下面吃這個也太爽了吧 我點的這個是 起司的辣椿 吃好嗎 肌肉超嫩而且味道超重 超棒 我本來以為他這個只是單點一個菜 他還附一個石鍋飯飯 他來的時候啊 就看到鍋巴上然後一顆蛋 太棒了 太恐怖了 好棒喔 鍋巴超級香 老闆他技術超好的 他是單面有鍋巴之後 他直接用甩鍋的方式 他甩起來然後就翻過來 他下面還是濕濕的飯 上面是一整層脆的鍋巴 然後還有雞蛋香跟脆感 我知道為什麼後面已經滿滿的都是了 他醬料真的很厲害 然後我們再點一個豆腐鍋 他這個就可以 卷肉啊 然後選個白飯 我們想說已經有點一個 動口味的 所以 點一個湯還吃吃看 他這個是找胡椒味的 這個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他這個是 輕甜 然後帶一點點胡椒味 可是 所有的湯底啊 那種蔬菜的甜啊 有一點點 我們講 有時候吃那個海鮮鍋 微微微韻的那種鮮味 很強耶 這家超強的耶 所以 如果 你真的耐得住很的話 才加一 這間宵夜你一定要吃 真的 真的太厲害了 來個豆腐 來個豆腐 竟然都叫豆腐鍋了 哇 就是 一點蛋然後一點豆腐這樣 好 那我可能要先跟你廢話一下 因為 好湯 哈哈 嗯 我跟你講 如果還對 一個 重口味的一個清淡的搭配 超讚 好好享用我的宵夜 好的 吃太飽了 我現在吸的小腹跟大家稍微總結一下 簡單來說 這間 馬爺 他叫馬爺韓式料理 宵夜時間 太厲害了 如果我來加一 排個時間去吃啦 但是我推薦的就是他那個什麼 辣炒起司機 那個真的有夠厲害的啦 我那個 他除了雞之外 居然還給你一個食鍋拌飯 所以你要吃飽吃巧那個 我覺得都很強 韓式辣 韓式的部分 他的辣 就一定是 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所以說你如果不喜歡吃辣的話 他也有清淡的選擇 但是 既然都選韓式了 吃一點辣 OK的 但是他吃完會有點 流汗 然後辣嘴巴 那種概念 他不會辣到喉嚨 或是說讓你腸胃吃完那種 燒酌感 這家真的 太厲害了 吃這種在地的厲害的 還是要靠在地人介紹的 這剛好是一個 鋪子的朋友跟我說 你來拍那麼多次 沒有去吃過這一間 真的不行 好那今天在這裡吃完 然後可以好好地睡覺 太棒了 好啦今天介紹這間給你 喜歡按讚分享 訂閱 掰掰 好看 好看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